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煤油炉 五十年代的缝纫机 六七十年代的显像馆电视机和唱片机 在香港邮监望区基隆街的一座广式骑楼建筑中 随处可见香港社会不同时代的旧物件 日前一间名为旧香港荣旧的艺术概念馆 向媒体开放预展 记者现场看到 展厅中陈列了数十件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间的香港旧物 从旧时家家户户门前的白铁信箱 到摆满复古玩具和文具的儿童折台 从反映旧时香港纳梁文化的斗梁 到融合弧形露台和港式雀龙的林明龙 行之其中仿佛走进了半个多世纪前的老香港 预展当天 部分香港艺术家到场支持 李汉港楷字体创始人李建明向记者介绍 早年间 香港书法家李汉的字 曾广泛出现在香港街头巷尾的店铺招牌上 李汉退休前 曾将大量手稿留给李建明的父亲李威 从2016年开始 李建明便将这些手稿进行数码化 形成富有港式特色的楷书字体 定于2020年面试 命名李汉港楷 取自你看港街的谐音 你可以在现场看到一种旧式的港式的风格的字体 都是用一些筆画去将它连结成为一体 你不会看到其三点水或者下面四点分开 它的好处就是 我可以很简单地做一个实体字 除物品展成外 展厅中更有师傅现场表演传统美食制作手艺 麦芽糖饼 丁丁糖 龙须糖等 香港是怀旧小吃 令人仿佛回到童年 这个以前是清朝时代 皇帝食的糖 这个龙须糖的鑽料 就是那些是麦芽糖 怎样可以做到一条丝 就是由一 打圈 变二 二变四 四变八 这个是一个倍数 一直配到13次 大约8000多条 就会有这么幼 馅料就是那些花生 椰丝 芝麻 这些是传统的民间的食品 该展览由香港房地产发展商 岳峰集团主办 旨在展示其在市区重建项目中 赋予旧建筑新生命的同时 也竭力保留其人文特色 与历史风貌的建筑理念 除展出多年来 在不同旧区项目中收集的旧物外 也有不少表现新旧碰撞的艺术作品呈现 想将一个新的建筑意念 应用在我们日后的市区重建的项目中 也想透过这个概念 可以呈现给大众知道 其实香港有很多旧足即旧的物件 其实都是反映着每一代的人民精神 我们都很希望将这些元素 和谐地可以融入在一些斩争的建筑 或者是一些甚至未来的科技里面 令到三样过去 现在和未来 其实是可以很柔和地摆在一起 据悉 旧香港荣旧艺术概念馆 将于8月13日起至8月27日 向公众免费开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